好 我们现在做sus party 人巴兰格杰鲁玛的 form 1 chapter 6 chapter 8 practice 56的总复习题 我们看到这个符号代表的是90度 所以我的3k加 那个70度加90度加65度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3k等于我的这个360 减掉70 再减掉90 再减掉65 他是135 所以我的k呢 会是等于这一个135除3 然后我拿到的是45 所以我的k会是等于45度 好所以这一个b 好第二题 我们要知道呢 alternate angle呢是zick zack zack的形状 所以我们看到b跟d 这个是属于zack的形状 所以我在这边我的b跟d是zack的形状 so 这个b跟d是alternate angle 然后interior angle是什么呢 interior angle是u的形状 两个加起来等于百八度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和这一个这样合上来 然后再和这一个 这样他这个就是u的形状 so 然后我b跟c加起来 哦当然我还有这个e跟f加起来 也是百八度 所以在这边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interior angle u的形状 然后corresponding angle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f的形状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a跟c就是f的形状 在这一边这样 f的形状 这个就是a跟c 所以这一个a跟c的就是他的 那个corresponding angle 好 这些名称是我们要把它背上来的啊 然后接着 然后我们找x跟y的value so我们可以看到x的这个很简单 这个是一个f的形状 f的形状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到我的x等于72度 然后我的y的这边是什么呢 我y的这边是一个u的形状 u的形状加起来是百八 所以我的y加114度等于180度 所以我y是180度 剪掉114度 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66度 好 好 接着这一题呢 我们的x是没有直接任何的一个 我们先拿那个f的形状 也就是corresponding angle 这一边 这一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是118度 所以我的x加118度会是等于180度 所以x是180度减到118 所以他是62度 然后我要找y的情况之下 他就非常简单 y他就直接是一个f的形状 ok 我每次在做这一个 找度数的这一刻的时候哦 我都会觉得啊 我们 国中的学生都很幸福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写出来的答案 然后如果你是读中的话呢 你还要在旁边那边写啊 这一个是 啊 什么他是在同位角 啊 然后所以他后面要挂弧 他原因 然后这样啊 x加118的你180度 为什么啊 因为他是什么直角 这样 我啊或者一条线这样之类的 他每一个步骤都要有一个原因 好 然后 然后在这一边 measure the obstue angle of abc 我要量他的角度 好 我们需要量角器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以ab为底 这一个ab 你的那个90度这一边呢 这一个要对这b 然后你看到你的那个线 是在跟a那边重叠 这样这个就是ab 然后你就看他到c这边几度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看不清楚的话 你就把那条线延长 ok 所以我在这边 他零是这边里面来成到134 ok 133 133 所以他的答案是133度 ok 好 所以这一个我们的脚abc等于133度 所以这一个我们的脚abc等于133度 这个是133度 然后他要我们construct perpendicular by sector of pq perpendicular by sector呢 是垂直平分线 我要画pq的垂直平分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看到那个圆规 圆规 ok 这个是圆规 然后这个是扮演者 ok 然后 这一个是compersers 有没有 这个是compersers 然后这个是protector 你就心里想 他好像一个盾这样保护你 所以他是protector ok 好 所以这边我们插在p 插在p 然后在上面这边上面撇一撇 然后下来下面这边也撇一撇 然后去到另外一边 这边撇一撇 然后接着这一边上面也撇一撇 然后接着我们只要把这两条线连接起来 这一个就是他们的垂直平分线的 ok 对 好 这样就是垂直平分线 perpendicular by sector 然后 呃 垂直于 那个pq 然后经过 那个pq这条线 然后记得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 呃 pq 对经过pq 好就是这样垂直平分线 他会垂直 平分 好就是这样 好